而特首又說了這麼多次說 他們將會是要推出空置稅 我們相信行會 如果他們根據報導 今天開了這個特別行會的話 都應該有討論這個空置稅的安排 而事實上 工廟會在我們的歷史 其實我們在2013年 已經提出是應該要採取 一手樓的物業空置稅 和一個土地增值稅 今天特首就揮演了一個訴訟 終於了 就有提出說 如果他們聽到政府說 會考慮去推出這個空置稅 我們都希望它能夠盡快公佈 我們都希望政府用一個快點的方法 不要令到要推出空置稅的過程太慢 我們最擔心就是 是不是會在議會裏面 拖得太慢 而令到這個空置稅 不能夠盡快開征 而另外一方面 我們希望政府可以考慮的 不僅是我們提出的一手樓空置稅 其實我們當時也提出了一手空置稅之外 其實應該有一個三管制下的方案 去解決特別是基層市民住屋的問題 包括租金津貼 開征物業空置稅 包括二手樓 和一個租募管制 我們希望特首都可以考慮我們的其他方案 還有就是我剛才說的 我們其實在2013年已經提出了一個土地的增值稅 其實如果我們在說發展商是團職居期的話 不僅是有一個物業空置稅 令到他們可以盡快把他們的一手樓賣出來 最重要的就是當他們有這麼大的土地儲備的話 怎麼可以使用他們的土地儲備來發展房屋呢 那幫人一個土地的增值稅呢 政府也是時候需要去研究的 那另外就是我們知道事件局其實現在最近都提出了碼頭圍道 是會發展一個可以提供發展一個公園房屋 那事實上其實我們在2015年開始 工聯會已經提出 就是應該用事件局的地來發展公園房屋的 那政府其實現在都應該用這個契機 是將這些土地 特別在事件局裡面 在市區裡面收到回來的屬地 是提供一些公園房屋 那特首其實他一上任就說過 有不同的置業階梯 其中一個就是港人首次的上車盤 那其實這個港人首次上車盤一年 都沒有一些具體的落實細節 那其實如果 而剛好事件局又有一個這樣的碼頭圍道的項目 是自己發展 那其實我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時機 就是將港人首次上車盤 是盡快透過事件局這個項目能夠推出 那你都可以圓滿了特首所說的那個 那另外一個就是既然是這樣的話 我們在 現在我們有講這麼多 關於土地大辯論 我們要發展這麼多土地 來香港是勸缺了這麼多土地的 那這些土地找到回來之後 用什麼用途呢 我們自然是希望是用來解決市民的主要問題 特別是基層市民的主要問題 所以公營房屋的比例都應該是增加的 那所以我們都可以預期 政府應該要盡快回應市民的訴求 將一些市區裡面的一些 本來拿來做私人發展的土地 應該盡快用來發展公營房屋 而且視乎那個地盤的大小 是不是適合用來發展出租公屋 或者是其他的資助需求房屋 那我們希望 我們知道他們今天開了會 那也都希望政府能夠盡快公佈這些消息 讓我們市場或者市民 都要知道政府有一個決心 解決市民的主要問題 否則的話我們的擔心就是 如果市民一路都見到 政府說了這麼久 但是都沒有一些具體的措施 只會真的 我經常都說 市民有一個恐慌性入市 因為其實他們很擔心 今天不買明天又貴了 所以因為他們見不到政府 有些什麼具體的措施 所以我覺得 如果政府真的 他們開了會 又有這些措施 有這些想法的時候 希望能夠盡快公佈 令市場和市民 都可以有一個訊息 就是政府 是要著手和有決心 解決這個主要問題的 其實爭取也要經營很多 其實有些政策都說 你對這個稅務的稅務 你會很擔心這個稅務 可能你想快點 還是會變得慢 或者你會很順利 正如剛才我講的 所以我很希望 既然政府有講了 由我們工聯會議員 一、三年已經開始講了 特首最近就整天都講了 既然是這樣 其實應該在開清這個稅務的時候 政府都可以想一下 有什麼方法 用哪一些的稅務條例 或者什麼的法例 是令到在那個立法程序 是能夠加快的 至於在議會裡面 我也都覺得 其實當有一方面 有一些人 經常說這個物業空置稅 不會可以對於發展商 平均職居旗的情況 有什麼效果的話 既然他們說到沒有效 就不用那麼擔心 就不應該阻礙這個稅項的推出 是不是 所以我們希望 在這裡呼籲 就是我們議會裡面的同事 也都要想一下 社會大眾的聲音 也都明白 市民現在對於 主要需求那個問題 希望他們就不要 令到那個立法程序 是受到拖延 我們希望這個立法程序 是能夠加快 也都希望政府要想一下 用什麼方法來立法 是能夠最快的 我們就用最快的方法 同意的 物業空置稅 不是特別是一手樓的物業空置稅 一定不是一個 一做了就可以令到 樓市可以回穩 又或者可以增加供應的方法 所以剛才我說 其實政府應該要考慮 其他不同的方法 正如剛才說 我們建議 我們2013年提出的 不單止是一手樓的物業空置稅 更加有一個土地增值稅 其實政府可能也要著手去研究 去針對發展商手上 有這麼多的土地儲備 他們怎樣去運用他們自己的土地儲備 另外一個就是 剛才我都說了 我們那些三管齊限的方案 包括租金津貼 租金津貼 租務管制和物業空置稅 所以這些措施加在一起 才有效的 至於你說 對於物業空置稅 能夠產生其他效果 那我就想說 如果大家都認為物業空置稅 是不會對於那個 團職的情況 是這麼大影響的話 那那些發展商 或者那些商界的朋友 就更加不應該擔心 所以剛才再強調 希望他們不要去影響 或者拖延那個立法程序 我認為那個物業空置稅 最起碼都應該是有 就是我們現在的雙倍 就是在猜響來計 起碼都要雙倍的猜響租值 那才可以令到那個估值 那才是可以有些效果的 那當然 有很多人就說 究竟成效是怎樣 既然他們都認為無效的話 就不用擔心 就應該給我們盡快 可以推行到這個物業空置稅 希望那個立法 如果政府提出來 在立法會呢 不要受到阻擔 做個簡單的補充 就著一些報道 就說會拿一些私人的地 即是去建私樓的地 轉為建供應房屋 我們工聯會認為 如果只是一次性的調撥 其實連過去五年長策 三萬多的不足都未保得回 更加何況我們現在未來五年 還有二萬多三萬的不足 所以我們認為 必須要用一個長遠的措施 即是剛才麥議員所說的 由六四轉七三 才能夠有一個行常 長遠令到公認房屋 有一個穩定的供應 和能夠令到市民安心 去不要說瘋狂提早去入市 或者去申請公屋這樣的情況 謝謝 謝謝